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概念有时是指政治上经历了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国家 有时又指经济上不太发达的国家 因此并无明确界定 长期以来 全球南方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跟发展中国家是有交叉 有互用 然后是在不同语境当中的 所以全球南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就把它视为是代表发展中国家 冷战以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在全球经济当中是最活跃的一个力量 然后增长速度最快 这逐渐也又带来了他们在政治上面的这个强大的一个影响力 唐晓阳表示 中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从政治上讲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全球南方国家所共有的政治准则 从经济上讲 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发展 这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愿景 中国现在作为世界上这个制造业最大的一个国家 目前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坚定的 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个推进者 而这样的全球化 它的一个持续的推行 无疑将是有利于所有的南方国家 对于这个全球南方不能只限于看经济水平高低 因为其实所有南方国家它最终都是想要发展 想要变得这个经济更好 但是它变得经济更好以后 它跟原来的传统上那些就是所谓的全球北方 它无论从历史 从这个政治的理念 然后包括它在经济上的作用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 但鉴于全球南方国家历史文化多样 地域分布广泛 其内部无疑是存在差异的 尽管如此 各国仍能在多样性的基础上 找到共同的目标 具体的一些政治啊 或者一些这个经济的政策上面 各个国家都会有很多区别 但是呢 我们大家的在协调方案的时候 都会说我们用有遵守这样一个和平共处的原则 我们既不强调要结盟 也不把你的意见强压给别人 即使是很小的国家 他在这个金砖啊 在一带一路啊 这样的体制里面 他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个平等和重视 这个是他们在面对全球北方的时候 他们所没有感受到的 这个也是使全球南方能够在这样一个多元化下面 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吸引力 在唐小阳看来 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 也是中国本身发展经验的一种延伸 合作的关键在于秉承实事求是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 每个地方都需要自己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下去 不断的探索 找到最适合自己地区的最当前时代的一个方式 而这样的一种方式注定是会通过探索 通过实际当中逐渐的实验来得到的 就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跟在一带一路上 我们的伙伴国得到了发展经验 也得到了工业 得到了就业和出口 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国际性的公司 也使我们国家能够在全球的产业链上面不断的扩大 同时也质量不断的提升 所以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一个发展 这会是我们就延续这个中国发展的一个接下来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